那么再说完了外交之后 我们再来谈一谈跟军队有关的消息 说到三中全会 其实除了我们之前谈到的经济方面的改革问题 大家也特别关注到就是之前几位落马官员的具体的下落以及命运 那么首先呢大家想到的就是军队近期出现的一系列反腐的动作 我特别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军报 在四月在这个六月十一日昨天所发表的一篇长篇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措辞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那我先与大家分享一下 说呀说思想的袖矢比枪炮的袖矢更可怕 必须坚决向思想上的袖矢开刀 为战而整 当今世界变万交织 各级必须要用政治整讯来强斗志 强血强血性 广大官员必须要强化威胁就在眼前的意识 这是讲到的一点啊 就是现在呢思想啊绝对不能有生锈啊 因为呢形式十分的复杂 第二是什么呢 叫做敌对势力凭着技术优势对我们挖墙脚 运用话语叙事对于我们吹喇叭 依靠文化霸凌对于我们掺沙子 毁掉人民军队之根 较量一刻未停 迫切需要我们依靠政治整讯来助劳军魂 其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叫做政治整讯这个词 同时又强调啊 说没有跟他们接触不等于不受他们的沾染 没有症状不等于我们中毒不深 很多的流毒就隐藏在潜规则潜意识甚至是文化里啊 同时呢又说说当年啊邓小平同志曾经讲 从延安整风之后 前方后方的人都是生气勃勃 生动活泼 心情舒畅 团结一致 今天经过新时代的整讯 人民军队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临绝境而再造 遇烈火而重生啊 从死而生逢生机而勃发 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军党的领导极度弱化 党的建设严重缺失 惯党执党极为不利 管理松懈 纪律松弛 和平击毙严重 腐败问题频发 领域现象乱象丛生 而正是习近平主席以非凡的勇气 卓越的智慧 广阔的视野 带领人民军队开始了一场 凤凰涅槃式的政治整讯 为什么这么长一篇文章写到政治整讯这个词呢 那么其实啊 他讲到的是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大家知道啊 这个是这个这个 这个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啊 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啊 等等等等 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他是讲到2014年 习近平对于军队的反腐整讯 是新时代的古田会议 之后呢又讲到了政治整讯 讲到了对于军内反腐啊 整肃清风啊 这样的一层含义 就是典型的那种那种大字报的那种风格啊 就是真是惨不忍睹啊 惨不忍睹 这个文章当然是政治工作部的人写的 然后中央中委或者是什么领导啊 批示在三中全会之前啊 各个系统各个部门 出来表表他啊 讲一讲 习近平控制的军队啊 确实是令我很惊讶 到现在为止啊 我都没有搞清楚 这个习近平怎么这么厉害啊 因为呢 军队是邓小平以来啊 可以说不要说毛泽东嘛 毛泽东的时候军队就是一塌糊涂啊 各自为政 土匪各战山土 所以不断地进行政治清洗 今天你把我搞死 明天我把你搞死 无论是从元帅 大将 上将 中将 少将一批一批被整肃 我们看看这个中共啊 1949年之后啊 发了这个啊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50年代啊 搞了个专协 就搞得简直是 这个 有一些将军可能都猜猜自杀了 对不对 为了屏幕上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是真的是丢进了脸啊 就是说 但是呢 他们互相残杀啊 整个的文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什么政治斗争呢 就是权力斗争 尊权独立啊 就是尊三头啊 这个 或者毛泽东啊 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安全感 虽然当了三大王啊 一直缺乏一个安全感 到了邓小平之后呢 邓小平也是瞎搞啊 邓小平的瞎搞就是把他的二业系统提拌起来 打压原来的四野 四野其实也被毛泽东收拾的 后几文化大名收拾的差不多了 那么打压这个三野 这就造成了在1989年六四的时候 三野的将军们一个一个想出来造造反 所谓的上书的那些上将里面很多就是三野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邓小平在老一代的中共的这些体系里面 他还是有一点的威脸 所以他通过这个 这个中共对约的这个战争 一方面向美国啊 这个叫投名状 另一方面呢 通过这个军队的这个这一次战争呢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战争的神话 彻底给打破了 如果你真正重新去看看中约的战争的水平呢 我可以坦白地跟大家讲 不要说跟二战没办法比 跟一战的水平都差 跟一战的水平都差 充分证明了解放军是一个根本不能打仗的一个军队 所以 邓小平啊 这个通听思动 对军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 把四个口袋的这种军 官兵一致的服装 全部改成一个像美军这样一个 现代化的 西式的 或者是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军队的一个军权体制 又恢复了 然后强化军队的这个现代化技术 但是整体来讲 军队这个不能打仗 不能 这个投射 什么叫不能打仗 大家知道 就基本没打仗了 什么叫不能投射的 就根本不能移动了 比如说 42军在这个广东贵州 他就人与不动的 他根本 不像美国 美国整天就全世界移动 全世界投射 它是一个具有全球移动能力的军队 中国就是从地方上都移动不了 是从林彪搞了那个所谓的指令以后 把军队乱掉一番之后 基本就不动了 没有办法移动 但是呢 军队的军会在筹部的这个延伸和保障 但是远远不够 尤其是郑小平说 军队还是要来紧 腰带过日子嘛 军会报告 军会报告拆解的方式 就把军队给拆掉了一大批 那也造成了矛盾成成 问题多多 后来呢 实在没办法了 军队就自己解放自己 干什么 就是走私 利用海南军舰走私 然后利用这个 各个厂房 搞招待所 所以你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如果去过中国的很多的火车站 你就发现一个奇观 那个奇观是某某军去招待所 某某某部队招待所 你就觉得一个堂堂的解放军啊 居然就要靠这个招待这个民工 或者是其他的一般性的离开啊 来过这个日子 一个军队筹建就开始变得非常的腐败 腐败到了这个江泽民时刻 已经可以说是腐败头顶 腐败头顶 无论是当一个义务兵 还是升一个什么连长 营长什么上校 都是划钱满 或者是相当多的划钱满 说到了这个时什么时候 的时候 跟你谈一字话 就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以后你就是贡献一下 这样一个军队的腐败到什么程度 就从中央军委副主席 到两个副主席 到总参谋长 到总政策部主任 到总后勤部长 到总装备部长 全部可以拿下 那你这个军队还搞什么 这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 一方面呢 是邓小平的 过功造成的 邓小平并没有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 把军队拿入到一个正常的体系 还是党军 第二个呢 是到江泽民时候呢 他根本控制不了这个军队 他一个星期大概有三天时间 甚至四天时间 在军队里面 确实听了邓小平的 你把军权搞定了 你谁都可以搞定 对吧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军队 但实际上他装模作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啊 只有给军队腐败 他这可能还有人听他的 所以他自己都嘲笑自己 红色的时候 他指挥军队 就看了一下红 当了一下草包 他觉得呢 又控制了军队 那到了胡锦涛时代 他就根本就无所作为 胡锦涛根本就没有能力 江泽民还把自己的秘书 搞去当了总装部副主任 好像扮演奸军一样的 学郑小平的王愿林 到了这个胡锦涛时代 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而且其中有三年时间呢 江泽民是当了军阳军委主席 他当了总书经理 军阳军委主席的不是 所以这个胡锦涛 基本上是无所作为 让腐败进一步蔓延 所以从这样一个非常长的文章里面 如果你仔细了解 这个军方的最新几年的变化的话呢 你再看它去味道出来 否则的话 这简直枯燥 华为啊 中共的党八股就这样一个特点 将对习近平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 我也经常会请教一些人 有些人说啊 这个不是这个习近平多厉害 所以他这将军太无能 知道吧 就是已经就是说你把他拉下 他除了这个把尿洒的裤裆里面 他没有其他任何能力 他也没有手枪自杀 这个对不对 听说张阳都不是手枪自杀 是上吊死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可笑到这样一种程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习近平把军队给拉下了 拉下了以后就成为了他权力的坚强的一个基础 所以你说是古典会议 我要看 比古典会议还厉害 还厉害 毛泽东虽然是通过这个军队 所谓控制了这个 这个党控制了军队 但是实际上军队并没有完全听他的 而是毛泽东有几次的政治的危机 使他自己感觉到恐慌 包括老鹏 跟他对骂几句 或者是讲话不客气 身体碰碰他一下 他都认为是他住的这个楼栅 是不是都有人把他给炸掉 所以 毛泽东实际上是出于高度的不安全感 相比之下的 这个习近平有没有不安全感 我们看得出来 但是他把军队控制的这种程度 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谜 还是一个谜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那么军队控制之后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呢就是说 我没有任何一个机会来解释解放军 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能力 我也不希望 为了有机会来解释解放军 有没有打仗的能力 那么解放军呢 最好是不对于 对于亚洲来讲 不是一个和平的不安全的希望 而是成为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基础 来推动他所希望的中国变改 就可以了 如果真正去打台湾 或者是在海南打一仗 或者是跟印度打一仗 对于中国来讲 都是灾难 1949年以来 中共所打的这场仗 没有一场仗 不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到了后来就发现 刚才就不能打了 好 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啊 那么之前呢 大家也在猜测说 这个中国最近啊 这个对于军队的反腐落马的这一对将领 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惩处 是不是要移送司法啊 那么这篇文章的也透露出军队方面啊 对于移送司法的这个汤屋的这个界限是多少呢 是三万块钱 那么以这个界限来话啊 可能估计李尚福这个这个等等人啊 他们三 汤屋三万块钱 这个数字 应该是已经过过这个界限了 我们说到这个古田会议啊 像我这样啊 曾经在中国读过这个 读过这个初中的 可能还记得啊 当时中国的教材里面 讲到古田会议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叫做啊 这个实施红啊 党对红军实施绝对政治领导 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让党成为军队中的中间力量啊 这篇文章也特别讲到就是枪听我们的 我听您的 您指的就是习近平主席啊 有这样的一个论调 那么这篇文章本身呢 我们也会在六度解析 为大家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 让我们看到现在军队反腐的一些新迹象 以及所谓为战而整 到底怎么个整法 说完了有关于军队的消息 我们再来谈一谈经济方面的消息 今天一早和民间人跟我说 咱们能不能聊